嗨,大家好,我又来到医院了 今天呢,不是给老李办什么事 而是为我自己来医院 今天早上呢,出门在家磨磨蹭蹭的有点晚了 早上十点钟出门 因为我觉得这个医院呢,它人少 不像市里的大医院呢,人多 所以说我也没有提前预约 我今天就来了 我觉得老李呢,最近恢复的挺好 我呢,今天就要看看自己身上的毛病 其实前些日子呢,我身体我就感觉到有一些小的不舒服 但是因为老李嘛,他住院就不能跟着凑热闹 我先把老李呢,伺候好了 再过来看我的这个身体啊 走之前呢,老李说,我跟你一块去吧 我说不用,你要是跟我来了 我是照顾你呢,还是你照顾我 你跟我来了,根本没有什么意义 他说我帮你跑个腿啊 焦焦肺啊,什么挂个号了 你腿不好,少跑嘛 我说等你好了吧 恢复好了以后 我真需要再跑医院的话,你再跟我去 现在呢,你还是在家待着吧 好好休养,尽量别出门 尤其医院这个地方呢,能少来就少来 看看今天能不能当天就看上 特检科 没想到这边这个大夫还是挺忙的 本来我要挂两个科的 其中有一个科呢,是下午才有号 上午呢,是没有号了 所以说上午我就挂了一个号 给我开了一个B超 B超呢,上午也没有时间 都排满了 下午呢,再来做B超 这样呢,我先回家吃饭 吃了饭,下午回来看另一个门诊 在家做B超 但愿呢,今天下午 一下子都看完了这两个门诊 到家了,正好也是做饭的时候 回来给老李正好做饭 老李躺着呢 行,那你躺着吧,我做饭吧 行 洗手做饭 早上走的时候做的牛肉 做米饭吃吧 这个菜呢,也是早上洗好的 中午再把它炒了 做点米饭吃牛肉 炒个小菜就OK了 看下这牛肉炖的怎么样 哇,挺烂乎的 吃一块尝尝啊 早上炖的这个牛肉 还是热的 嗯,挺香的 再做个群带汤 泡一会儿 出去一上午 还挺热的 吃个脆枣 又脆又酥又好吃 老李我做上米饭了啊 炒个青菜 咱们一会儿就吃饭 对啊,吃牛排嘛 牛排骨 昨天和老李去看郁金香了 好多朋友都说老李应该休息 结果老李回来 今天就不动他了 一直在床上休息 但是我觉得光躺着 好人也躺坏 该活动活动 一天晒晒太阳也挺好的 这个脆枣当个小零食挺好的 喝个下午茶当个小零食 酥脆酥脆的 好吃 哎呀,这两个快递都是给老李买的 并且都是他主动要的 这个是内蒙古产的野生黄芪 质量挺好的 在我小时候在内蒙的时候知道 这个内蒙古的黄芪非常好 哎呀,这老李嘱咐我好几次了 买点这个 西江产的啊,南瓜籽 老李喜欢吃的这个 品质还是不错的 我已经洗完手了 大家朋友们说 你开了外包装 然后你再用手抓这个 这个我肯定要洗手的啊 老李呢,煮点黄芪水 因为他呢,有点气不大够命啊 这是他的朋友跟他说的 说你煮点黄芪水 家里那黄芪也吃完了正好 看这黄芪质量真的挺好的 他这个黄芪我会看 你闻吧,都是那个黄芪的那种微苦甘甜的味道啊 特别干,这是一斤的包装 今天给他煮点水喝 我听中医说啊 一次煮水的量不能低于30克 少了,它是不好用的 但是这个黄芪呢,他好处是没有苦味 我再给他加点枸杞 他这个内蒙古的这个黄芪呢 它是圆切的,不是斜切的 朋友们看没看着都是戴这个眼的 这说明他不是当年的 他是一个老妆了 时间久了,他里边才有这个空的啊 这是好品质 没有硫黄薰的,是原色的 这个枸杞呢,是正宗宁夏产的 我再给他放点这个枸杞啊 黄芪对狗芪 这个牌子也是个名牌啊 质量都挺好的 放一小把就行 再放点大枣,补气补血 还补肾 刚买的大枣啊 看看这大枣,这大枣的这个品质也很好 很干,我拿一个吃啊 点斜的,肉很厚 放了四个吧 都不算脏,冲一下就行 把它掰开吧 掰开以后容易煮透 大枣放底下就行 好 真的是 好 螢蟹 超 吃吧 尝尝 我的菜怎么样 我现在吃口青菜 我现在吃过牛肉 今天本来是想去挂电门枕 结果电门枕不给开壁超 只能给开药 没办法 只能挂各科室的号 今天上午挂了一个号 下午还有一个 但是壁超都得下午做了 两个一块做也就行 那壁超约的时间不是一块 能不能一块把它做了 那不是一个地方呢 你做完了做好 人家想事你也想事 不是一块了 不是一回事 怎么样 这个排骨 烂不烂吧 很好 非常好 这边排骨比牛肉好吃 这个海带汤是入口即化的那种 一点沙都没有 它是裙带吧 裙带可比海带高和一个档子 它的口感软弱的 还带着硬啊 还带着硬啊 吃完饭喝一碗 煮着黄芹 黄芹大枪 还有狗芹 补补气血 做了手术还是有点虚 老李以前从来不喝这些东西 这真是知道自己的身体需要了 以前是我经常喝黄芹 狗芹 他从来不吃 这位他朋友告诉他 你喝点黄芹 但是这个东西不是说你喝一天两天 就管用你的长期喝 喝水就喝它去 吃完饭又回来了 下午挂号的也少人也少 跑了一下午 现在是三点半了 我这是两头跑 一个是做B超在对面 另一个是医生在另一个对面 今天看了两个课 都是做了B超 都多少有点变化 就是让观察吧 三个月来复查一下 我想跟朋友们说一下 老李住院的第三天旁边那个床 就来了一位肺癌的患者 他住院呢 还没有手术 先打化疗 打完化疗以后呢 再去做手术 他在北京预约的 他呢就说 一开始 他是后背啊 起一些疙瘩 起一些小疹子 还痒 挠一挠呢 疙瘩就变大 但是呢 去这个皮肤科去看了很多地方啊 就是哩哩啦啦的看了两年 始终是没有好啊 他呢就一边骂一边说 就是医生给我耽误了 他现在他那个肿瘤长得挺大的 为什么要先做化疗呢 通过做化疗呢 把那个瘤变小以后呢 才做手术 太大了是做不了 后来反复折腾两年 就是这么看来看去 怎么也看不好 有个大夫就有提醒他说 你要不要到别的科室去看一下 结果 到了别的科室 一查呢就是肺癌 这位大哥说 自从打了化疗以后呢 他 后背上的一些疙瘩 还有疹子都消失了 如果说无缘无故得了疹子 皮肤起疙瘩 就是反复治都不好的 就要考虑一下别的问题了 我呢 这两天说实话 也有点感觉啊 这痒那痒呢 我就有点害怕 今天来查一下呢 也就放心了 还好呢 就是稍稍有点变化 但是不大 还是继续观察 大夫也说不要紧张 保持好心情 保持好心态啊 其实我也知道 保持好心情呢 是对咱们任何一个人的身体 都是有好处的 人呢就是怕生气 我曾经认识一个朋友 他就说啊 生一次气 然后就得了什么什么病 再生一次气呢 又得了什么什么病啊 尤其是女人是不能生气的啊 生气容易得这个肌瘤 那个瘤的哈 今天就分享到这吧 感谢收看 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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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